今天要進入第二天的學習 感謝我們今天進入第二天的學習 那我們在學習的這幾天當中 都會一直圍繞在我們自己本身的改變以及進步的事情上面 在這幾天的學習當中 我們都是圍繞著我們自己怎樣去進步 圍繞我們自己來改變我們自己的跌情上面 因為我深深的相信 當我們不能改變別人的時候 唯有自己的改變會討神的喜悅 因為我深深的相信 因為我們不能夠去改變其他人的時候 只有我們自己的改變能夠討神的喜悅 這個就帶給我們無比的信心跟力量 因為這樣的教導 跟在社會上所學的教導是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這樣的教導 跟我們在社會上面的教導是非常之不一樣的 這也是在耶穌的裡面最寶貴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在耶穌的裡面最寶貴的一件事情 耶穌來不是只幫我們解決事情 耶穌來不是只為了要幫我們解決問題 耶穌來是為了救我們每一個人 耶穌來是為了要救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包括了我們自己 包括了我們的家人 每一個人就包括了我們自己 和我們的家人 更包括了我們的孩子 更加包括我們的兒女 這需要有很大的信心 跟有很大的力量 我們才能夠看見這件事情 這也就是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一起可以學習成長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年代 能夠一起學習可以成長的地方 但願主耶穌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透過我們認真的學習 謙卑的學習 帶給我們許多的盼望 就是我們透過我們謙卑的學習 帶給我們每一個人很大的盼望 在這個星期當中的課程 除了今天以外 下一次是在星期一的上午 這個星期的過程 除了今天之外 也都是有下個星期一的上午 我深深盼望每一個人 跟我一樣 可以用禱告 在這段日子裡面 去體會聖靈給你的開啟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好像我一樣 能夠透過禱告 靠著聖靈的幫助來開始 因為上課的東西 其實是普遍很基礎 而且很淺顯的內容 因為上課的內容 都是比較顯淺的內容 可能只能講一個例子 但是這個例子可能對你沒有幫助 雖然可能改了一個例子 但是這個例子可能對你沒有幫助 所以必須藉著聖靈的引導 將你聽到的一 變成在你心中的二或是三 所以我們要透過聖靈的引導 將我們所聽到的一 能夠變成二甚至是三 那個完全在乎我們每一個人 自己在聖靈裡面 對聖靈的引導的認識 這個完全在乎我們對聖靈的引導的認識 講到一的時候 其實聖靈在裡面工作 讓你想到更深入 應用到你自己的家庭裡 因為講到一的時候 聖靈的工作讓我們能夠更深入 讓我們能夠應用在我們的家庭裡 我的工作只能在這邊分享一 可是聖靈的工作 卻可以讓你想到二跟三 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讓大家想到一 但是聖靈的工作 卻能夠讓大家想到二和三 這就是我們跟聖靈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跟聖靈不一樣的地方 意思是說聖靈會開啟我們內在的需要 這個意思就是說聖靈能夠開啟我們內在的需要 所以要認真地禱告 所以我們必須認真地禱告 除了上課學習之外 回到家還有在這個星期 認真地為這件事禱告 除了上課之外 我們回到家 我們也都要在家裡面很認真地禱告 願主耶穌帶領我們 一起磨蹈 請大家一齊蜜土 阿門 奉主耶穌聖明開始我們今天第一節的學習 奉主耶穌聖明開始我們今天第一節的學習 請唱詩讚美神408首 請唱詩讚美神408首 首先讓我們一起複習昨天禱告會的聖經內容 首先我們跟大家複習昨天禱告會的聖經內容 昨天晚上的禱告會我們在帶領陛下我們學習到哥羅西書 昨天天的討告會我們學習到哥羅西書 哥羅西書的第一章 哥羅西書的第一章 第十節開始 從第十節開始 到第十一節 到第十一節 第十節開始到十一節 哥羅西書的第一章 昨天晚上的禱告會特別提到了這段的聖經 昨天昨晚的禱告會特別提到這一段的經文 現在我要邀請我們所有的家長們把這段兩節的聖經看到有關於時間這件事情圈起來 我現在請所有的家長們看到在這兩節的聖經裡面看到有關於時間的那裡就將它圈起來 那幾個字跟時間有關係 那這兩節的經文有哪些字是跟時間有關係呢 那這就是昨天你所學習到的結論 這個就是你們昨天所學習到的結論 比如說你可能在第十節看到結果子 聽著說第十節那裡就看到結果子 你覺得結果子需要時間嗎 你覺得結果子是跟時間有關嗎 對啦 所以我們昨天有提到番茄的故事 所以我們昨天就提到番茄的故事 那結果子我們就圈起來了 我們可以將結果子那裡畫起來 漸漸知道神 另外就是漸漸知道神 你覺得漸漸是時間嗎 漸漸是不是跟時間有關呢 又圈起來了 我們又可以圈起來了 到了十一節 到了第十一節 它說有了力量要再加上力量 在這裏講到說有了力量要再加上力量 也是一個時間 這個也是一個時間 它不是同時發生的 這個並不是同時發生的 是有了再之後加上去 然後之後再加上去 最後的地方你有看見忍耐嗎 到最後的地方我們有沒有看到忍耐呢 這個也是時間 這個也是時間 所以我們自己圈起來之後呢 提醒自己一個人的成長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我們將它看錯之後 然後將它圈起來之後 我們就是跟知道一個人的成長是跟時間有關的 這個是昨天的主題 這個是昨天的主題 那有了這個主題我們要開始練習了 當我們知道這個主題以後我們就要開始練習了 因為我們很喜歡學習 因為我們都大家都很喜歡學習 比如說有講習會啦 有一些講座啦 我們很喜歡參加 比如說有些講習會啊 或者講座我們都喜歡參加 因為覺得參加總是有好處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參加這些都可以有好處的 當我們聽得越多之後 當我們聽得越多之後 主耶穌對我們的要求也相對的提高了 主耶穌對我們的要求也都會相對的提高 因為他覺得你已經聽到了知道了 因為他已經覺得你已經聽到了已經知道了 那下一步是不是應該練習做做看 那下一步是不是應該練習然後將它實行出來呢 所以參加講習會其實有另外一個壓力 所以參加講習會其實也都有另外一個壓力 就是我知道的比較多了 我可能就要做的更多了 因為我們知道的比較多 然後我們所做出來的要更加多 不然我知道了之後沒有做 那主耶穌會要求我們做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之後 但是我們沒有做的話 主耶穌也都會是要求我們去做 我們還記得當年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當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離開埃及啊在礦野地走了蠻長的時間 我們離開埃及以後在礦野地走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記得嗎?他們一路上會抱怨啦 吃的啦喝的問題 大家記得嗎?他們一路上都為了吃啊喝的問題來在這裡抱怨呢? 記得嗎? 那麼當他第一次如果你看聖經 他在前段時期 道願吃的啦喝的啦 立刻神就給他吃的啦喝的啦 因為那時候他對神的認識沒有這麼清楚 因為在那時候他們對神的認識並沒有這麼清楚 所以神對他們啊好像嗶嗶一樣的 所以神就看他們好像一個鷹鞋一樣 有沒有看你們家裡如果還有看過嗶嗶 或是現在的嗶嗶的時候 如果或者你家裡都有嗶嗶 或者是也都有看過其他人的嗶嗶的話 他一哭一叫要肚子餓了 很快我們會給他吃的 他一哭在這裡肚餓啦 那我們就某一相就給他吃 你什麼時候開始對這個嗶嗶長大以後 你開始有一點生氣覺得 我已經講過了你為什麼不聽 或者如果這個嗶嗶長大以後 或者你就會有時有點生氣 就是說我已經講過了你還是不聽 為什麼因為你說我講過了 因為我已經講過了 你長大了你已經長大了 所以會讓你生氣了 所以就讓你能夠生氣了 你比較不會對一個寶寶生氣對不對 但是你不會對著一個寶寶在這裡生氣 因為一個寶寶如果還是抱著推著 他啊要吃了 如果一個寶寶還是你抱著的 或者找車推著的 他一喊你就會給他吃 你比較不會對這個寶寶生氣說 又吃又吃吃這麼多 你通常生氣是因為你覺得他大了 當你生氣的時候 因為你覺得他已經是長大了 啊那個時候你就有感覺了 在那個時候你就開始有感覺了 那你看神喔 當時在對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後 也是差不多 我們如果看回神 他們當時對以色列百姓 當時也是差不多的 真的好像一個父母親一樣 真的好像一個父母親一樣 他說哎呀我們每天都是吃吃吃吃 沒有東西吃 哎呦天上就掉了什麼 鞍唇 那他們說每天都在那裡吃吃吃吃 然後天上面就在那裡掉些鞍唇 好了之後神就開始頒布法律了 那跟著神就開始頒布這個律法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神覺得他們應該要教人 因為神覺得他們需要受這個教育 長大了 因為他們長大了 那你注意看後來為什麼神會生氣了 我們可以看回之後為什麼神會發怒呢 因為律法出來了 因為律法已經出來了 清清楚楚 是清清楚楚的 可是他們還是甘願去做錯 但是他們仍然甘願去做錯 哇神就生氣了 所以神就生氣了 好啦同樣的意思對我們也是一樣 同樣的意思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 以前可能沒有聽過 以前可能我們沒有聽過 或是以前很少參加這樣的講習會 或者以前很少機會去參加這些類型的講習會 那結果這個講習會呢 就是說回去要練習哦 然後這個講習會告訴你 我們回去要練習的 因為家庭就是天國哦 因為家庭就是天國 他如果在家庭看不到耶穌以後 他就看不到耶穌哦 因為在家庭裡面都看不到耶穌的話 將來也都看不到耶穌 那回家練習就要先從講話開始改變哦 那我們如果從家庭開始 我們要改變 就是要從講話開始改變 結果你昨天回家之後 講話有沒有不一樣呢 那你昨天回到家之後 你講說話的時候 會不會有不一樣呢 因為最容易就是坐在這裡上課 好簡單的 因為很容易的 坐在那裡上課的時候 就很簡單很容易的 又不用發表 又不需要發表 又沒有功課 又沒有功課 又不用講話 又不需要講話 又有吃 又有東西吃 又有喝 又有東西喝 又可以睡覺 又可以睡下覺 所以參加講習會是最簡單的 所以參加講習會是非常簡單的 最不容易的是回家 但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回家 回家要開始改說話 因為回到家 就要開始改變你的說話 改那個臉啊 要改你的臉色 昨天回去有練習的話 如果昨天有練習的話 今天就會有喜樂了 那今天就會有喜樂了 所以已經知道了 因為已經知道了 如果沒有做 但是如果沒有做的話 主耶穌會相信 主耶穌就會相信 主耶穌會要求 主耶穌會要求 所以以前沒有上講習會 不知道說原來我的孩子 是看著我離開了耶穌 原來我以前沒上講習會的時候 自己的兒女是看著我 如何離開耶穌 那麼我們就不知道了 我們就知道了 主耶穌就保守了 主耶穌就保守我們了 如果你喜歡參加講習會 對不對 就是你現在喜歡參加講習會 有壓力的 是有壓力的 如果沒有做到 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如果不練習 主耶穌會要求的 主耶穌就會要求我們的 然後我們的題目是 我們看見了什麼 跟著來的題目就是 我們看見了什麼 我們學習有幾個 我們在學習一件事情 它是透過幾個管道進來的 我們學習一件事情就需要透過幾個不同的管道進來的 好像現在我們的年紀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的年紀 我們的年紀在學東西的時候 你知道大部分是透過什麼管道進來嗎 到我們這樣的年紀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我們學習的時候 是透過什麼管道進來呢 想想看 我們想一下 再想一下 Baby 我們再想一下一些BB 小朋友 小朋友 你不是送他去上學嗎 你不是好像他們這樣去上學嗎 然後你就問他今天學什麼 然後你就問他 你今天在學校學了什麼呀 你覺得他是透過什麼樣的線路管道學東西 你就會覺得他透過什麼的線路或者管道去學習 人一開始的時候 人一開始的時候 是透過整個人在學的 是透過整個人在學習的 就是我整個人都是管道 但是我整個人本身就是一個管道 那這個channel如果打開的時候 他就可以學東西 如果這個管道能夠打開的時候 那就能夠學習 他們透過眼睛 他們透過眼睛 小孩子 這個在講小朋友 透過眼睛 他們透過眼睛 耳朵 耳朵 就是聽你說話 就聽你說話 看你的動作 看你的動作 他們還有透過鼻子聞味道 他們也都會透過鼻來聞味道 比如說很小的孩子 他聞到味道 會知道這個是他親近的人 是一些很小的小孩子 他聞到味道 就知道這個是他很親近的人 用鼻子 他們用鼻子 他們還有一段時間用嘴巴 有一段時間甚至用嘴 他們會咬東西 他們會咬東西 什麼都放到嘴 什麼都放在嘴 結果你就打他 跟著你就去打他 因為很髒 因為很髒 就不要放到嘴 不可以放在嘴 他還透過皮膚 並且他們也都會透過皮膚 就是你碰他 就是你碰到他 你抱他 你抱他 你抓他 或者你抓住他 他透過這些感覺 在學習 他們就透過這些感覺來學習 很奇妙的 慢慢長大之後 慢慢長大以後 他有好幾個功能 慢慢沒有了 他不是有幾樣的功能 就開始慢慢的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教他 因為我們教他 比如說我們打他 因為我們 譬如說我們打他 或者我們告訴他這樣子不行 或者我們告訴他 這樣是不行的 那他開始一些功能 就慢慢慢慢消失 那變成他們的 某些功能就慢慢的消失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長大 他不需要透過 其他幾個功能去學習了 也有另外一個 可能是因為他們慢慢長大 他們就不需要透過 某幾樣的功能去學習 可是這些東西 會存留在學習的過程 他會存留在他的記憶力裡面 但是他這些這樣的事情 就會在他的記憶力裡面 那記憶力是一個很特別的恩賜 記憶力是一個很特別的恩賜 好像五六歲的孩子 才開始有發展記憶力 就好像五六歲的小朋友 就開始會發展他的記憶力 他們幾乎記不得自己一歲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他們幾乎不記得自己一歲的時候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好像你跟我啦 好像你跟我啦 你應該想不起來兩歲的事 你應該想不起來兩歲的時候的事 對吧 如果你想得起來你很特別喔 如果你這樣都想到你就很特別了 我對你就很有興趣了 那我對你就非常之有興趣 所以我講的是大眾 大家大概大概 在五六歲才會記得那時候的事情 我就是講大概普遍的情況 就是五六歲的時候 然後又可以記憶以前的事 可是他把之前學習的放到他的記憶裡頭 就是將他以前學習的放在自己的記憶裡頭 所以跑到哪裡去 究竟那些去了哪裡呢 不知道 所以他就有一個 比如說一個小盒子 他就裝起來這個記憶裡 就好像有一個小的盒子 就將這些記憶裡擺起來 這是每個人都有的 這個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 他就把這個小盒子放到他的心裡面 最深 最深 最裡面的地方 他就把這個小盒子放在他們心裡面 最深 最深的地方 就把它鎖起來 然後將它鎖起來 因為他被打 因為他被打 或是他被阻止 或者他被阻止 不准這個 不准這個 不准這樣 不准那樣 他因為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是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他把這個收在最裡面 所以他就將這一切都收在最裡面 好啦 收到最裡面之後就長大了 就收到在最裡面之後 然後他們就長大了 慢慢慢慢 他也不透過皮膚學習了 慢慢的 他們也都不會透過皮膚去學習 慢慢慢慢 他也不透過鼻子學習了 他們慢慢的 他們也都不會透過用鼻子去學習 因為這些的經驗告訴他是不對的 因為經驗告訴他們 他們這樣做是不對的 讓他長大了 然後他長大了 到我們的年紀了 來到我的這樣的年紀 現在我就問了 然後我就問了 我們現在是透過什麼管道在學習 現在我們就是透過什麼管道去學習呢 想想看 大家想想一下 結果我們的年紀 原來發展發出一個更新的東西 原來結果就是對到我們這樣的年紀 我們就會發出一個更新的東西 跟小時候不一樣 跟小時候不一樣 我們是透過感覺 我們是透過感覺 感覺 就是你的感覺要 對才會學東西 就是你的感覺覺得是對的 然後才會學習 就是我跟你的感覺 對才會聽 就是我跟你之間的感覺是對的 然後我才會聽 如果我們的感覺是不對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聽 聽不聽就明白 長大之後是透過感覺 就是長大之後是透過感覺 那你有沒有感覺 那你有沒有感覺 當然有啦 當然有啦 你有感覺了 可是你感覺怎麼樣呢 你有感覺 但是你感覺是怎麼樣呢 你大部分的時間感覺怎麼樣呢 你大部分的時間感覺是怎麼樣呢 你感覺是喜樂的嗎 你是不是感覺喜樂呢 還是你感覺好苦啊 你說你感覺好苦呢 這些就是感覺 這些都是感覺 那苦你就很難學 如果你覺得好苦的話 你就很難去學的 它在感覺的裡面的level啊 層次啊 又分好幾層啊 在感覺裡面 亦都是有分好幾層的層次 你學東西學越多 是因為那個層次的感覺喜樂越高 你學東西學得多 就是因為你這個感覺的層次就是越高 如果你的感覺在裡面是很苦的 但是如果你的感覺在你裡面是很苦的話 所以那個學習就降低很多 那你的學習的程度就會降低很多 比如說 譬如說 我來了 我就說 你們這些家長啊 太衰了 然後我說 啊 你這些家長太 太不好了 對了 我沒有看過這麼衰的家長 我沒有看過這麼不好的家長 結果你一聽啊 跟著你一聽 你很準時來啊 跟著你就準時來了 你今天早上很準時 祷告祷告 好想聽啊 跟著你今天準時來到討告 然後很想聽 但是我一開口就說 你們很衰 但我一開口就說你們好不好 那個感覺嘛 上怎麼樣 降低 那你的感覺就馬上降低 就覺得說 哎呀 我還要聊 還要等到三個鐘頭 聽你罵我衰 我還要在那兒坐在那兒等你三個鐘頭 在那兒說我不好 這麼久 講那麼久 整個降低了 那馬上的感覺就降低了 因為喜樂的感覺降低了 因為喜樂的感覺降低了 學習整個降低 跟著學習就會降低 但是如果你來了 但是如果你來的 我說 你們都不簡單啊 哎呀 我就跟你說 你們都不簡單 辛苦了 好辛苦啊 你們很偉大了 你們好偉大啊 這麼累啊 這麼認真啊 這麼認真啊 啊 你感覺 對 那你的感覺就覺得對了 所以你的學習就上去 那你的學習就會上升 所以有沒有發現 學習本身的內容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發現 學習的內容是一樣的 可是為什麼 這個你會學 這個你不想學呢 但是這個你就會去學 但是另外一個你不想去學呢 為什麼有時候你就覺得 哎呀 這個好聽 這個不好聽 為什麼你會有時候覺得 這個說得好聽 但是另外一個就說得不好聽呢 是你裡面的感覺 是因為你裡面的感覺 跟上面這個人沒有關係 跟你上面這個人是沒有關係的 他準備的內容是一樣的 其實他準備的內容也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你有感覺 但是因為你有感覺 你是透過感覺的管道在學東西 是因為你透過感覺的管道來學習 可是因為這個管道很苦 但是因為這個管道是很苦的 一開口就罵我了 一開始就在那罵我了 你的感覺怎麼樣 不好 那你的感覺就不好 你的學習怎麼樣 管我 你的學習就怎麼樣呢 不是這個人的話裡面的大道理講錯 我不是哦 你並不是這個人所講的道理是講錯 是我的學習管道關了 是因為我學習的管道已經關閉 好了 這樣子你就聽懂我要說什麼了 現在大家就知道我想講些什麼了 你跟家裡的人 你跟家裡的人 可能你的老公啦 可能你的老公啦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啦 你的兒女 你怎麼樣開口 你怎麼樣開口呢 你想要他學東西 你想要去學習 你覺得他很蠢 你就覺得他很蠢 你想他學 你想去學 本來是好的 本來是好的 因為你很聰明 因為你很聰明 通常聰明的人會說人家很蠢 因為通常聰明的人就會說人家很蠢 所以你們都是聰明的 所以你們都是聰明的 常常說別人很蠢 常常說其他人很蠢 OK 因為你真的很聰明 因為你真的很聰明 但現在你出來的東西就要享有 但是現在你出來的東西就要去想一下 如果出來的不是一個溫柔鼓勵的話 如果你出來的不是一個溫柔鼓勵的說話 對方關閉 那對方就會關閉 這是大人 這個是大人 18歲左右 18歲左右 以上全部用感覺 18歲以上他們全部都是用感覺 以下不一定 以下就未必 18歲以下我剛才說還有好幾個地方 18歲以下他們仍然有好幾個地方 好啦 所以你要知道 其實是在說 我們講話真的要很注意 所以我們講話的時候真是很注意的 你千萬不要說你們家那個衰仔多麼衰 我們就不要說家裡那個那麼蠢的 因為你通常跟我講那個衰仔很衰 我其實會想到你 如果你跟我講你家裡那個很衰的 那我通常都是想到你 因為一定是你講話很難聽的 一定是你講話很難聽 因為仔不會衰的 因為仔是神給的禮物不會壞掉衰的 因為你兒子是神給的禮物 他不會壞掉的 可是被你教教教教到衰啊 而是被你教到他變壞 Sorry啊 不好意思啊 好啦好啦 擺地跳過 好啦 那我們現在看到什麼 現在我們看到什麼呢 看到這個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個管道 這個就是我們另外一個管道 用眼睛 就是用眼睛 我們這個年代還可以用眼睛 我們這個年代仍然可以用眼睛 再大一點長輩了 比如說我們更長以後啦 二十年之後 就不會用眼睛了 但是如果更加長大以後 再比我們多二十年以後的長輩 就不會用眼睛 因為他看到什麼都是一樣的 因為他看什麼都是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 你們有沒有發現呢 你怎麼帶他去看玩呢 他說一樣的 你帶他去哪裡玩啊 他怎麼看都好 他都說一樣的 你說這個山好亮 你說這個山好亮 山就是山哦 山就是山哦 你就會覺得 哎呀 我花錢 帶我爸爸媽媽出來 山就是山啊 你回家了 我花一點錢 帶他們出來去玩 就是竟然他見到山就是山 不如我們回家了 你帶他吃好吃的 你帶他們去吃一些好東西 你花很多錢 你花很多錢 想說你爸爸媽媽八十了 或者想你爸爸媽媽都吃得好飽了 80歲了 80歲了 你想說他們很辛苦一輩子嗎 他們都很辛苦了 已經一輩子了 你很孝順 就很孝順 帶他們吃一些好吃的 就帶他們去吃一些好東西 你注意聽哦 注意聽 吃來吃去不是一樣 吃來吃去不是一樣 你說這個很貴的 你說這個很貴的 這個很特別的 這個很特別的 愛丁堡的很特別的 這個愛丁堡很特別的 這個愛丁堡很特別的 有沒有特別啊 有什麼特別啊 不是就吃進去了 不是又是吃下去 啊 你會想說 哇 好啦在家裡給你吃飯就好了 那好啦 那我在家裡給你吃飯就好了 那我在家裡給你吃飯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用眼睛 因為他不用眼睛 他的學習是另外的 因為他們的學習就是另外的 好啦我們以後才學的 這個我們以後才學的 我們先學自己的 我們先學我們自己 我們這段年紀透過感覺 我們這個年紀就是透過感覺 透過眼睛 透過眼睛 還在學哦 還在學哦 所以我就夠膽問你說 你看到了什麼 所以我先夠膽問你 你看到些什麼 那你一看就看到 就是長這樣子了 就我們看 就這樣了 那我現在就是要你想 因為你的年紀跟我一樣 所以你可以想 比較深的問題 因為你們的年紀跟我一樣 所以你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些 比較深入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一起想 我們可以一起來 想到這個毛毛蟲會變的 我們看到這個毛蟲是會變的 如果你只看這幅圖畫 如果你只看這幅圖畫 一個毛蟲吃一片葉子 吃成這樣 一條毛蟲去吃這塊葉 吃成這樣 沒了 以後沒有了 這就是我看到的了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但如果我們可以一起去想 但如果我們一起去想 毛蟲吃了葉子之後會變 毛蟲吃了葉子之後就會變的 牠不會永遠是毛蟲 牠不會永遠都是一條毛蟲 牠之後會變什麼 牠之後會變成什麼呢 對啦 很漂亮啦 就是啦 很漂亮的 那是因為你跟我的眼睛看得比較遠 因為你跟我的眼睛看得比較遠 你的經驗告訴你毛蟲會變 你的經驗告訴你 這個毛蟲是會變的 所以你就不會專注看這個圖畫說 就是毛蟲吃葉子 你就不會專注 你只是看著一幅圖畫 然後就說 我的字座就是一條毛蟲在那裡吃葉 看再看就綠色 看到人看就說是綠色的 如果我們教小孩 只要他們看的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教小孩的話 他們看東西就是這樣 可是你們不是小朋友 但你們現在不是小朋友 我們會看見後面還沒有發生的故事 我們就會看到後面還沒有發生的故事 這個要幫助我們想一件事情 這個是幫助我們去想到一件事情 你們的家裡面有一個阿斗 就是我們家裡面有一個阿斗 就是你常常說的衰仔 就是你說那個不好的那個兒子 那個故事告訴我們阿斗是扶不起來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阿斗是扶不起來的 在耶穌的裡面阿斗扶得起來 但是在主耶穌裡面這個阿斗就能夠被扶起來 因為你看到的不一樣 因為你看到的不一樣 懂嗎?你看的不一樣 明白了 但是你看的不一樣 如果你看到就是毛蟲吃一個葉子 那它就是阿斗了 如果你在見的只是一條毛蟲吃一塊葉的 那這個就是阿斗了 我幾歲了 你還在家裡一直吃我 一直吃我 我幾歲了 你還在家裡不停地吃我 有沒有 二十幾歲的 三十幾歲的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的 你的孩子還在吃你 你的兒女還在吃你 你好氣 你就很生氣了 如果你看的只有這樣子 如果你看到只有這樣子 那就是你還沒有認識耶穌 那你就是還沒有認識耶穌 那你就是還沒有認識耶穌 他是阿斗 就是阿斗 但是你認識耶穌 但是你認識耶穌 你知道這個毛蟲會變 你知道這條毛蟲是會變的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呢 因為你的信心 因為你的信心 你怎麼知道你有信心 你怎麼知道你有信心 因為聖靈幫你做見證 因為聖靈幫你做見證 所以你會知道 所以你會知道 如果你有了聖靈 如果你有聖靈 你沒有信心 但你沒有信心 你要小心喔 那你就要小心 你會亂走路 那你就會亂走路 因為信心跟神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信心跟神是連在一起的 他是看得見的 是能夠看得見的 比如說我常常來教會 比如說我常常來教會 看起來很熱心 看起來很熱心 我祷告也很認真 討過的時候也很認真 我也告訴你聖靈我充滿 也就告訴你聖靈我充滿 可是我表現出來是不一樣的 但是所表現出來的他不一樣 我跟你也不合 我和你又不和 我看你也不順眼 我看見你又不順眼 我看你也很衰 我看見你又好不好 我看他很蠢 但是我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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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要小心 你跟信心分開了 因為你已經從信心分開 信心是連到耶穌神的身上 因為信心是連到主耶穌神的身上 他是透過聖靈的禱告告訴你 嗯不對啊 就是透過聖靈的禱告告訴你 你這樣是不對的 要檢討 我們要檢討 要改變 要改變 你會開始動 不一樣的動作 那你就開始會有一個不一樣的動作 所以聖靈騙不了人的 所以聖靈在這方面是騙不了人的 信心也不能騙人的 信心也不能騙人的 你一說話就知道你有沒有信心 你一說話就知道你有沒有信心 你一動作就知道你有沒有信心 你一有動作的時候就知道你有沒有信心 很注意啦 大家要注意啦 好了 所以這些東西會影響我們家的阿斗 所以我們這些一切都會影響我們家裡的阿斗 那這個阿斗呢 他幾次扶得起來 其實這個阿斗是可以扶起來的 不是因為你幫他扶 而不是你幫他扶起來 你幫他扶就會倒了 如果你只是你幫他扶的話 他就會跌了 是因為很不同喔 因為你變 是因為你改變 你一變了之後呢 阿斗自己就扶起來 因為你一變的時候 阿斗就自己能夠扶起來 好奇妙喔 好奇妙喔 誰扶他 誰扶他呢 聖靈 你要相信這個 你要相信這個 如果信耶穌信到最後不相信這件事 如果信耶穌信到最後連一件事都不相信 很可惜喔 很可惜 那就很可惜了 很會講神的話 但是不相信阿斗扶得起來 很可惜喔 如果很相信神的話 但是他不相信阿斗是可以扶起來的話 那這個是很可惜 所以現在一講到改變 所以現在一講到改變 我們就要想三個問題 我們就要想到三個問題 我知道要改 我知道要改 我也到這個年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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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也上課了 昨天也上課了 可是為什麼有時候就是很難改呢 但是為什麼有時候就是很難改呢 第一 第一 就是我們在很小的時候 把那個小盒子放到我們心裡很深的地方的那件事情跑出來了 記不記得剛才我們講到小盒子 我們記不記得剛才我們講到小盒子 這個小盒子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這個小盒子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裝在我們的腦裡面 就是裝在我們的腦裡面 放在我們的心裡 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那麼這時候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這個時候沒有人會知道他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他什麼時候會跑出來呢 但是什麼時候會跑出來呢 就是當一個人他很緊張的時候 就是當一個人很緊張的時候 當一個人不能控制的時候 當一個人不能控制的時候 當一個人害怕的時候 當一個人害怕的時候 這三件事情會引起這個小盒子自動的跑出來 這三件事情就會影響到這個小盒子會自動跑出來 意思是說不是你要還是你不要 他自動跑出來 意思是說這個小盒子並不是說你想還是不想 而是這個盒子會自己跑出來 哎呦 那這樣聽起來太恐怖了 如果這樣聽起來太恐怖了 因為他什麼時候跑出來我都不知道了 因為這個小盒子究竟什麼時候跑出來我都不知道 好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好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原來有一把鑰匙 原來有一條鑰匙 這個鑰匙呢 它一開這個小盒子就會 砰出來 這個鑰匙一開一個小盒子 那個盒子就會彈出來 這個鑰匙叫做親密的關係 這個鑰匙就是親密的關係 親密的關係 你去想在你人生中有幾種 我們想想親密的關係 在我們人生中有幾種呢 你跟誰有親密的關係 你跟誰有親密的關係 哎呀 你們完全都不知道 大家完全不知道 你們沒有親人 你們都沒有親人 一就是跟父母 第一就是跟父母 二就是跟配偶 第二就是跟配偶 三就是跟孩子 第三就是跟兒女 世界上大概沒有比這三個更親的人 好啦好啦 如果你說你真的有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都沒辦法啦 就算你說我有一個好好好的朋友都沒辦法 好啦 那朋友親密也可以喔 朋友親密也可以 那這個叫做親密的關係 這個就是講到親密的關係 它是鑰匙 是一條鑰匙 你只要跟親密的關係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你有親密的關係在一起的時候 很快樂喔 就會很開心 但是每一天的生活不是只有很快樂喔 但是我們每天的生活並不是只有快樂 有時候很緊張 有時候很緊張 有時候很想控制 有時候很想控制 有時候會害怕 有時候會害怕 那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鑰匙已經開了 這個小盒子就會跑出來 這個小盒子就會跑出來 那這個小盒子一跑出來的時候 這個小盒子跑出來的時候 就影響了我們的學習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學習 因為它一 不舒服 因為第一 他不舒服 第二 第二 就是不聽 就是不聽 就是當你說話 人家不聽的時候 就是當你說話的時候 當人家不聽的時候 或是當你說話 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或者你說話的時候 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因為他一直講一些 你覺得很煩 因為他一直講一些 令你很煩的東西 就很不舒服了 這樣就不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你講的 他不聽 他走了 因為再來就是你講的 他又不聽 然後走了 這些東西發生的時候 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讓你緊張 就讓你緊張 讓你想控制 讓你想控制 讓你覺得怕怕的 就讓你好害怕的 那這時候呢 小孩子就飛出來了 跟著在這個時候 這個小盒子就會飛出來 那因為他是自動的 因為他是自動的 所以他一飛的意思 飛啊 他一定要飛到一個地方去 當這個小盒子飛出來的時候 然後意思就是 他一定要飛到某一個地方 他不飛到一個地方 玻璃就會破掉了 如果不飛到一個地方的話 那個玻璃就難了 意思是說 他一定要有一個出口出去 意思就是 他一定要有一個出口出去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不然你不是人 如果不是你就不是人 他一定要有出口 他一定要有出口 好像你吸了之後 一定要有出去的地方 就是你去 吸塵 吸塵 就好像吸塵的時候 一定會有東西出回來 好像你吃東西 也是要有一個出口對不對 就是你吃東西 就同樣都會有一個出口 這是神給的 很奇妙 這個就是神給的 很奇妙 進去就要出來 就是進去的 要出來 好啦 盒子一飛要飛出來 就是這個 小的盒子要飛出來 他就要有一個出口 他就要有一個出口 他就需要有一個出口 來看一下自己 就看一下自己 頭髮看到你的腳 從你的頭髮看到你的腳 你覺得哪裏是出口 你認為哪裏是出口呢 最快的是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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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盒子是在腦裏面 最快的 因為這個小盒子在腦裏面 那這個腦最近就是從 這裏就出來了 因為這個腦最接近就是 口從口那裏出來 你們有沒有看過 小孩子畫的卡通 你們有沒有看過 小朋友畫的卡通 你有看過他們畫卡通 一個人要爆炸的時候 他會畫耳朵有煙 他們小朋友畫卡通 一個人要爆炸的時候 他頭周圍都會有煙 意思是這個也是出口 這個椅子就是他耳朵那裏都是出口 所以他很小就知道這個可以 發出來 知道可以從耳那裏走出來的 可是因為我們是大人 但是因為我們是大人 你大概沒有看到或是沒有感覺 原來你的小盒子也是從耳朵出來的 或者你大概沒有看過或者沒有感覺到 原來這個小盒子是會從耳朵那裏走出來的 有 有出來 是有出來的 從耳朵 從耳朵那裏 從耳朵那裏 這裡更近 因為這裏更接近個腦 這裡遠一點 這裡有一點 耳朵最近 耳朵最近 耳朵那裏最近 一出來的時候就是聽不見人家說話 一出來的時候就聽不到人家說話 因為他在出嘛 因為他出的 他沒有地方給你近 就沒有地方給他進了 就沒有地方給他進了 好像火車啊 這個方向就不可以這個方向 就好像火車不可以有這個方向 又有相反方向 好奇妙的 好奇妙的 所以他只要一砰出來的時候 就是他一爆發出來的時候 好像你跟我啦 就好像你跟我啦 小盒子 小盒子一飛出來的時候 這個小盒子一飛出來的時候 第一是從這邊出 第一就是從耳朵那裏出來 第二從這邊出 第二就是從耳朵那裏出來 再下來是哪裏 這個如果不是打桌子就是打門呢 如果不是打桌子就打門了 如果不是打門就是關門呢 如果不是打一道門呢就關門 再下來還有 再下来还有 第四个出口 第四个出口 你们都很有经验 脚也会动 脚都会动 走路变得很大声 走路的时候都会很大声 如果你要够胖的话 如果你够肥的话 还可以走到 像瘦瘦的走路都不够看 如果太瘦 走起来就不够 我看过小朋友用跳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小朋友在那儿跳的呢 手还要这样 还要手握着拳头在那儿动 全部是出口了 全部都是他们的出口 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会说不可以 在这个时候你看电子就说不可以 收回去 然后收回去 可是因为要出吗 但是因为要出 可是因为你够大够胖 但是因为你够大够胖 所以收回 所以要收回 收进去 那就马上收回去 当脑 那就会伤你的脑 因为脑是帮它出的 因为脑是帮它出的 收回去 强烈收回去 那个脑就这样 那么脑就会 就会好像震动 震动 一震动就收进去 一震动就会收回去 想想看 我们想想一下 一个人如果从很小就收翻 收翻收翻收翻 如果一个人就不停地收翻收翻收翻 你觉得他的脸应该长什么样 你会觉得他的脸会生成什么呢 一定不好看 一定不好看 他长大 不漂亮的 他长大的时候就生得不漂亮 一定是 我不知道了 就是我猜 一定是 凶凶的脸 我猜我不知道 但是猜应该可能 他那个面 看上去都是很恶的 你们因为现在已经长更大了 因为你们现在长得更加大了 你们会笑了 你会笑了 可能年轻都不怎么好看 但是年轻的时候 可能都不是那么好看 同老公老婆 同老公老婆 只能整个样子 很恶 很生气的 如果你要做生意 如果你要做生意 有一些人不给钱 有些人不给钱 你受不了 你就犯不住了 你想杀了他 你好像想杀了他 要出来的 要出来的 所以你看一直累积 然后一直累积 累积之后 因为我说累积就会伤脑 如果一直累积的话 就会伤脑 一伤脑之后 这个人就变了 当伤脑老了之后 这个人就开始变 变什么 变了些什么呢 看到每一件事情 都是不对的 我做才是对的 我做的事先对 你们都没有问我 你都没有问过我 难怪你们都错 难怪你们都错 他里面就变这样 第一种 他的脑就变成这样 这个是第一种 第二种 全部收声听我讲 全部收声听我讲 你凭什么讲 你凭什么讲呢 第二种 第三种 第三种 不开心 不开心 你跟他说天气很好 你跟他说天气很好 明天又变了 明天又变了 又下雨了 又下雨了 人生是这样的 人生就是这样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我都接受了 然后在那里说 我都接受了 第三种 第三种 他脑只要一收太多之后 就变了 所以他的脑 收得太多的时候 他就开始变 那你就要去想我们的孩子 我们再想一下 我们自己的儿女 他们长大了 为什么他很像 没有动力 为什么他们看上去 好像没有什么动力 那么安静都不说话 很静的 都不说话 想什么也不知道 究竟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 他收进去太多 因为他收进去太多 那如果你觉得 哎呀那怎么办 那如果你觉得 怎么算好呢 那如果在外面上课 社会上课 就告诉你 没得救了 如果你在外面上课 外面的人就会告诉你 这样 没有救了 没有救了 他是这样就是这样了 他是这样就是这样了 在耶稣的里面不一样 但是主要耶稣里面就不一样 你变 他就变 你改变他就会变 这个叫做阿斗扶得起来 这个就是阿斗扶得起来 你相信 这个神迹就要发生在你家 你相信这个事情 就会发生在你家 如果你觉得 哎呀看 听你讲 你的脑也是坏掉 如果他就这样听你说 那么你的脑也都有问题 他怎么听都不相信 他怎么听都不相信 你叫什么传道来讲 什么老师来讲 一样的啦 讲来讲去 是一样的 你叫哪个来讲 你叫哪个传道来讲 他讲来讲 他都是一样的 他是脑坏掉 因为脑已经坏了 不是这个人讲得不好 并不是这个人讲得不好 是里面觉得 你讲了 是这样而已啦 我不会信你的 而是你里面觉得 你讲的都是这样 我不会信你的 小心 那有点小心 我们的脑都还可以 我们的脑 现在还可以 是因为我们都还来上课 因为我们都要来上课 上课 我就跟你分享 我看到的事情 上课的时候 我就跟你分享 我看到的事情 我不敢教你 我不敢教你 我分享给你听 我看过的脑是这样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耶稣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主耶稣 我们就走到耶稣的里面 那我们就走到主耶稣的里面 有希望 那就有希望 走到自己的里面 就没希望 走到自己的里面 就没有希望 好吗 好吗 休息休息啦 不然脑都坏掉了 要不然我们的脑都有问题了 摸到 蜜桃 感谢观看